POP抢先报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荣幸我就不介绍你的丰功伟业了 上次已经详细的介绍了 我倒是对杰永达非常感兴趣 杰永达是我的学生 台大新闻研究所 好 你的学生怎么介绍自己呢 研究所读新闻 工作就是个写字的 做着描写与记录的工作 只不过在某些时刻 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明白这不是让人可以置身事外的戏啊 这是热血清理 热血清理 好荣幸你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这个专题非常叫做也叫好 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抢快了 很多节目抢快了 当然我们这个从头来过 对不对 你们做这个废墟里的少年 刚开始动机发源 我觉得先谈一下 我们想要看见台湾社会 没有被看见的人 这是初衷啦 那报道者因为他本身 没有做广告 非营地媒体 那本来就有提供我们的记者 没有后顾之用 没有后顾之用 全新去做 值得做的公益新闻 所以我们在去年 大规模的做过 台湾的远洋渔船上面 有一万五千名境外的渔工 这些渔工到底 他们的生活处境是怎么样 那大家都说 他们虐待船长 其实实况是怎么样 我们后来做了调查报导 之后发现 其实多数时候 他们其实是被虐待的 不是他们反过来去 去殴打船长 那总之 他们是不被看见的一群人 那去年做完了 境外渔工的处境 就是血泪渔场 或者渔场血泪 这个是海洋上的渔船 像是一座座 殖民孤岛 非常叫好叫做的 那做出来之后 行政院农委会都很重视 然后保障境外渔工的人权 加强劳动检查 这是去年我们看见的 原本没有被看见的这群人 上次是一本书了 我手上已经拿到了 之前还不是一本书 这回废墟里的少年 又是一本书的量啊 因为一做都做五六个月 时间非常长 今年做这个废墟里的少年 我们的种族笔李雪莉 带着简永达 跟其他几个同事 同样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把台湾各个地方 没有被看见的青少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就是被体制抛弃 然后被我们的教育放弃了 甚至于连中途之家 他们曾经短暂安置的地方 安置过 离开了之后 也回不去了的这些人 我们原本以为只是少数 那想要开始关心 后来一关心之下 发现天哪 学术定义叫做高风险家庭 下面的台湾这些少年 多少人 大概有两万人 两万人 非常惊人 多少年纪分布 其实高风险家庭里面的孩子 大概总共有四万 但是我们如果再聚焦在未成年的少年 这部分 大概就差不多将近一半 两万 他们分布在主要是 你想象中中南部的县市 当然非常多 云林 嘉义 这些你觉得原本很穷的县市 他们有大量的这种高风险家庭的少年 不读书了 没有工作了 然后就是现在 整个被这个社会遗忘了 抛弃了 可是我们一做才发现 六都也有很多啊 台北 大台北地区也有很多 六都什么概念 就直辖市 他们的资源是最丰富的 同样有很多 这样子啊 因为里面同样有很多 被学校抛弃的 被体制抛弃的 我们还有形容为叫百元少年 一天用一百块钱过一整天 然后呢 他被体制抛弃 体制外跟社区又有很大的拉力 把他们拉进哪边呢 很多拉进帮派 很多拉进其他的做同工 所以我们的同工的数目 远比我们想象中还多 那这些人不被社会看见 那社会觉得 我每个部会都觉得 这不关我的事 台湾有很多议题 包括劳工 移工 这些人你们都报道 对不对 移工 就是渔长血泪 我们看到是活生人力 何况是少年工 童工 那真的是被压榨 被剥削 或是被凌虐的更严重 而且真的被遗忘了 没有选票 没有资源 然后照顾他们的社工 人数又少 累得要死 那他们的来源呢 就是说他们之所以成为废墟里的少年 当然就是说他们后来可能身处的环境是废墟 人生也变成废墟了 他们的这个父母亲是担负相当大的责任 他们都来自什么样家庭 不同原因 来 永达 来 永达先 我觉得可以讲一下 就是我们那时候也在想说 为什么要叫做废墟里的少年 我们那废墟不是说他住的地方真的是废墟 我们想去形容他的资源真的是非常的匮乏 尤其是我们真的第一线进到他们的家庭里面 我稍微在跟大 就是跟 永达 你们看资料的时候也不要离开麦克风 我稍微在跟大 就是来讲说一下 就所谓什么叫做高风险家庭 我们有一些比较明确的定义 它包含说你家里面单亲隔代教养 贫穷没办法照顾 或者是你的父母有吸毒有前科入狱了 或者是他根本有精神状况 他有自杀的风险 觉得你这样子没办法照顾小孩 我们就会来通报 那你知道这位我们所谓的通报 我们是怎么样子通报 我们一个通报来源是家庭学校 社区邻居 然后再来就是警察 邻长里长这些 这些通报一定都会有黑数 照理说很完善 这么多元 可是事实上 事实上就是我们实际上去接触的 包含我们文章里面写的那些 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被社公刊 也就是他们在我们所谓的高风险的 这样子的一个通报体系之内 还没有看到这些少年的存在 为什么通报机制失灵了 因为我们知道家庭其实是一个蛮私领域的 你在家里面你家里面发生什么样情况 其实 家丑不想外遗 而且你外面的人很少看到 尤其你在更都会的这种地方 你其实根本不会知道你的邻居里面 他是不是正有精神状况 或他是隔代教养 这些情况是比较难被看到的 我们在第一线问社公的时候 他自己在评估 他们就在社 他们就是在 我们问的是那个新北 芦州三重那边的社公 你讲的没有多了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自己在评估 他手上接触到这些少年 他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小孩子 他们是从小没有被社公介入的 就是其实我们看到 我们这里讲说 开案大概有两万名 但我们在想的是 可能还有更大的一群黑树 是没有被发现的 对 然后我们刚刚在讲说 这些人 是不是跟社公比例也有关系 我看到你们在报道里面 其实我都看了 看了 社公的人力也不足 社公的人力不足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对对对 我们待会晚一点 可以再来跟我们 比较邻近的香港做个比较 就是大家可以更明确的来知道说 我们的社公人力到底有多不足 我知道他们都做得很辛苦 但实在是 个案量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完全没办法尽心尽力 去照顾每一个小孩子 就必须要结案了 这其实是很大的可惜 对对对 连这个新北市芦州 三重是吗 对对 其实三重我去过 我有一次被抢 那个歹徒就去三重提款 三重真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帮派的大本营 刚才有讲嘛 这些被遗弃的少年 被社区 然后被社会吸纳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就是这个 永达你走访哪些地方 你先跟我们讲 当然我看到你们的团队荣幸里面也去香港 香港 远赴的香港 对对对对对 那永达你先讲我们台湾的案例 当然都用画名 对不对 我看到什么小瑶啊 萱萱啊 土豆啊 你可以跟我们讲几个故事 其实这个专题 我应该大部分参与的蛮多的 就是包含我们从南到北 我自己也到花莲台东那边去采访 然后到南像是云林啊 然后新北 就是各个地方桃源 我觉得有几个人 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几个人印象深刻 永达 我们要进一下广告 让我们现在贪 赚一下索费 我们先下马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崩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再次例领我们节目的 报导者的总编辑何荣幸 过去是我自由时报的老同事 那我们过去非常向往 当记者最向往的就是 能够花相当的时日 养一个题目 报导者做到了 就是名副其实的调查采访 那简永达是何荣幸的学生 调查采访的记者 这个真的 他这次走访废墟里的少年 去了非常多地方 从北到南 是不是给我们用化名 揭露几个故事 比如说听说土豆的故事 我们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些少年 他们的家庭 我们知道他的资源非常匮乏 但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可能跟台湾比较东方社会也有关系 即使那个家庭带给他再多的不幸 我觉得这些少年很可爱的一点 他还是会希望为这个家庭担负责任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群少年 他们在很早的年纪 大概十五十六岁 他就必须要出去外面工作 他一方面养活自己 一方面也要分担家计 那我觉得土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他的爸爸妈很早的时候都离开 他是由他的阿嬷带大的 然后十五岁那年 他阿嬷也去世了 所以接下来的生活 剩下他跟他哥哥 他就必须要开始要赚钱养活自己 其实他在国中的时候成绩还不错 他是可以考上功力的高职的 但因为他家庭的状况 他根本没办法继续升学 所以他十五岁毕业之后 他就开始出来工作 他做的工作就都做一些很危险的工作 比如说他就做农药带喷 我们就看着他在 你知道农药带喷是一个蛮危险的工作 因为他要算看那个风势 看风向 因为他一不小心的话 那个农药他就会吸进去 他就自己跟我们讲说 他又有一次那个 就是刚下完雨 然后那个风是没有抓准 他一阵风吹过来 他整个人就他就说 整个塑起来 就差点也要挂掉这样子 他就赶快去医院调大档要解毒 我觉得他们会做的工作 可能因为来自他的学历经历不足 所以他们做的工作都是做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喷农药 或者是他们就在工地做水泥的初工 然后还有一些少女 他们就是在那个 做那个洗头的小妹 那我自己采访到还有另一个少女 他 他也是从小被家暴 然后他说他在小三那一年 就在被他爸吊起来打了八个小时 然后受不了 八个小时 对他就是 趁他爸不注意之后 他就跑出去 他跑到警察局 然后跑到警察局之后 他就被送安置了嘛 然后接下来十几年 他就换了七个安置机构 不管是寄养家庭 他就是一直换 为什么 他自己说 他完全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没有人告诉他理由 他就是一直换来换去 大家觉得他不够乖 他觉得他不够遵守秩序 那他就是一直被换 然后一直到他 十七岁那年 他就被 就是结束安置 他出来之后 他就在一个 洗头店当那个小妹 然后我自己去看过 他工作的环境 他洗一颗头 抽十一块钱 他的底薪是五千块 他每个月洗四百颗头 才大概赚八千到一万块钱 这样的薪水 他是住在 士林的那个 摄子岛那边 但即使是这样子的薪水 在双北 根本没办法难以生活 所以你去看他住的地方 他就是跟人家分 一个铁皮屋的夹层 然后他分到的位置 只有一张床 他跟其他人 挤在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他 他的生活就是 他每天我就看着他 一个十几岁的少女 他就说他整个 双手都是起红枕 然后是长得 蛮大大小小的细纹 就是他长期 接触那些 很劣质的发迹 就是一直 他都会这样子 双手过敏 然后我就一直问他说 你怎么没有想说去 大一点的地 就是去外面冒个弦 或者是去 找个更好的出炉 因为你在这里真的 薪水很低 所以他说 他每个月都负债 所以我那时候 我记得还印象很深刻 他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每个人 拿到薪水那一刻 都很开心 但我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我知道这些钱 一下子都不是我的 他一直不断 都在还他上个月的负债 我拿您讲的 就是说 他们要活下去 生存是他们 最大的生命的法则 那还有的比较是 状况不好的 荣幸 你们还有走访寓所 对 有些小孩 他们为了生存 他可能那个年纪又小 找不到工作 或者说没办法工作 或者是可能被淋虐 或者说被霸凌 或被各种各样的剥削 他们可能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加入荣幸 你刚刚讲的帮派 譬如说阵头 阵头至少还有工作 还可以领钱 帮派更糟糕的是 他可能就染上吸毒 毒瘾了 一辈子就回不来了 那如果你还有钱科的话 哇那更完蛋 你连想找工作 人家一看到 你是一个有钱科的青少年 我用都不敢用 那你一辈子就整个成为社会的边缘人 尤其他们跟犯罪 可能高风险在这边 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香港把这个事情想的 真的就比较清楚 香港觉得青少年的阶段 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些青少年 被体制拒绝的人 重新接触他们 以后会付出的社会成本 会更惊人 会更高 那台湾社会一直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一直分给少年的资源很少 而且呢 过去都以为说 学校跟家庭就会接住他们 可是后来 现在才发现情形不对 学校 中错生很多 然后家庭 刚才讲的很多家庭功能失调 然后因此离家 没有家庭照顾的少年也很多 那可是我们 台湾政府却没有相对应的资源跟制度 培养少年就业这一块 这是当前制度最大的盲点 荣卿我想请教 教育当然 形成很多中错生 那我们的政府提供的方案 有旧方案 有新方案 那新方案 未必比旧方案好哦 他可能又丢回学校 然后我们这个九年变十二年的义务教育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政府做了什么 政府其实个情其事 都有方案 中央地方 可是教育部有教育部的方案 教育部的方案就是想帮你拉回学校 然后卫福部有卫福部的方案 可是我刚刚讲 其实他不但没有整合各管各的 而且更需要的方案其实是劳动部的方案 就是让这些已经被体制拒绝的人 他有机会让自己活下去 找到工作训练他就业的能力 以及跟社会融合的能力 就要给吊竿了 这个是需要求职的技能 以及需要资源 以及需要社工的陪伴 他们不是说我们有在做吗 可是不是因为为数很少 以及没有部会统合 以及资源很低 等一下永达会介绍香港是怎么做 香港投入的人力资源 还有重视这件事情 哇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很汉油 还有我们等一下进一段广告 我们回来 两位可以跟我们介绍 其实我们还是有好的孩子 对 就他们被救起来了 对 那第二个我们还有好的处所 就是说好的处所在屏东 有一个案例 飞梦林 飞梦林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我们回来 马上来讲这些 还是有好的可以救的 这是我们做这个专题 他们怎么接住这些小孩子 我们如果只是消费一下 啊怎么样怎么样 那没有意义 我们敦促政府 而且我们把好的示范案例 跟那些救回来孩子 他们怎么走出来 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报导者的总编辑何荣庆 以及调查采访记者简永达 来跟我们谈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议题 是废墟里的少年 台湾 两万名被遗忘的高风险的孩子 其实在这个报导里 我看到政务委员林万亿 他讲一句话说台湾不是少子化吗 那么难生生了以后 但是我们却制造出 不管是家庭责任 我们社会的责任 政府的责任 我们却让两万名高风险孩子 还是处于在废墟的情绪当中 这么难生 那总该负点责任吧 或说总该救他们 那所以永达你在跟我们讲 有前进香港 其实英国研究最早 但是香港做得最好 是是是 就是我们刚刚也讲很多 就是台湾好像很难看到 这些少年的处境 跟他们的困境 那我们我这一次去香港 我看到他们有一种社工 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他们叫做外展社工 那所谓的外展社工 他是主动到街头去 找这些青少年 主动 对对对 他就是比如说在半夜的时候 他就到网吧舞厅这些 他觉得这些青少年 会去的地方 他在外面跟他们混 然后就开始加他们的 LINE啊Facebook啊 然后就跟他们聊天 建立关系之后 他们觉得 你一定要跟青少年建立关系 让他愿意相信你 他才会愿意 把他的问题告诉你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有一个 我这是到那个天水围去 他大概距离港岛25公里 所以他其实比较靠近深圳 那那个天水围那地方 之前曾经被南华早报评为 是一个悲情城市 因为他里面 境内他就是 就是比较贫穷 然后新移民多 然后犯罪率也高 所以在那地方 我就在那里碰到 一个外展社工跟一个少年 那那个少年 他大概14岁的时候 他就经常在外面吸毒 然后深夜在外面游荡 然后他就住在那种 所谓的公屋里面 就公共住宅里面 他就经常在外面吸毒游荡 所以碰到了一个社工 那社工就是 那社工就 在陪伴他这段过程里面 他知道这少年也还在吸毒 跟外面那群朋友在鬼混 但他从来不会去干涉 他的交友这一块 那他就是一直陪他 陪了三年 就他不管 他就每个礼拜 会固定打电话给他 约他出来吃饭 找他出来玩 然后一直陪他三年之后 一直到他18岁那一年 然后他经常 他投了20份履历 然后都找不到工作 他那个时候才跟陪他在身边的这个社工 跟他讲说 我想回去念书 对于这个社工来讲 他说那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时刻 因为早有肩膀在旁边了 对不对 他说 拐杖在旁边了 对对对 就是在那个时候 你的介入才是有用的 你前面跟他讲再多大道理 他都不会听进去 如果他就说 如果在他旁边跟他讲 跟他训话有用的话 也不需要他们这些社工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让我那时候非常的shock 就是香港一个外展的社工 可以陪一个少年陪三年 而且这不是一个个案 就是我访的好几个社工 他们都说他陪一个少年 可以陪三四年以上 这让我那时候非常的惊讶 好 这个是令人相当敬佩的 香港能为什么台湾不能 台湾能不能 我们看屏东的例子 其实屏东 屏东县政府蛮让人敬佩的 他用小小县政府的力量 整合各局处的资源 他帮这些被体制 教育体制抛弃的学生 他由教育处设计出 符合这些孩子上课的课程 单独授课 然后主要让他们对于知识产生兴趣 而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分数 然后他们再由社会处 委托慈善基金会来承办 他们的居家生活的 有人照顾的家园 所以他们融合了学员 加上家园 然后是由教育处跟社会处对等合作 那更好的是他们还成立了咖啡中心 让这些家园来这边 高风险家庭把孩子送来之后 这些少年可以在这边打工 他有收入 就是说他看到未来 他整套让你学习 没有放弃学习 然后让你的生活有人陪伴照顾 而且你有自己自力打工工作的能力 你还可以学习这种其他的生活技能 然后整个整套结合起来 小而美30个左右的学生 但是就接住了他们 他们以后这些少年就能够跟社会接轨 就不会永久的被抛弃 其实台东还有孩子的书 创办人陈俊朗 应该是陈俊朗 我们已经邀访到 他会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所以我们不赘述 其实我们一直很关注相关的议题 像之前介绍委员王美玉 他提到少府院的一个孩子 16岁 买姓少年 对 这个买姓少年 后来不幸就小红中秋事件的翻版就离世了 那所以陈俊朗先生18年来陪伴的都是家庭失能在学校的边缘孩子 好 我们以后我们节目会揭露 那是不是请永达跟荣幸 我们做个结论 我们该怎么做 这是最切要的 永达先 我觉得刚刚讲到很重要 我们看到这些小孩 我们如果真的黑数的话 那可能也没办法 但是你已经接住了小孩 他如何转型到下一个环节去 就是很重要是就业这块 那我觉得从香港经验来看 他们也在努力的从把摄政的孩子转到劳政这块 如何让他们顺利的去就业 所以他们就是结合了民间的资源 然后投入了大概五年五亿港币这样子 那他们 他们就是 他并不是说只让第一线的社工做这个工作 他也去结合一些上市贵的公司 希望上市贵公司可以 尽到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释出这样的工作机会 给这群青少年 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来做 其实就是永达讲 就是八方要吹得动 包括媒体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责任 就今天请两位来 荣幸帮我们做总结 不过三十秒 这些少年不但要看见他们 而且不要因为他们曾经迷失方向 或者甚至于有过前科 就觉得他们没有办法融入社会 心态要改变 他们是台湾社会 未来仍然非常重要 你我的一部分 我们要好好接纳他们 好 我们希望各方的力量介入 让这些高风险的孩子 未来他们可以变成社会安定的力量 从废墟里走出来 需要大家的援受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接受我们的采访 谢谢 好 我们接下来进行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我们有请当事人 邀访的是桃圆市长 郑文灿